国内离婚常常搞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即便是和平分手最起码,也得双方协议结伴上民政局领来大红离婚证。 但是在沙特,婚姻关系结束已久女方仍然蒙在鼓里的情况屡见不鲜。 即便是实施新规定之后,男人也可以通过一条简讯,就通知女方离婚。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沙特政府新进颁布的法律规定。 离婚时,法院必须通过简讯通知所涉及的妻子,避免此前丈夫自行前往法院申请离婚而不告知妻子的秘密离婚情况出现。 当地一名女律师表示,此举有助于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婚姻破裂时自身赢得的经济利益。 同时,也是沙特王储所倡导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一部分。 作为穆斯林国家,沙特婚姻制度遵循伊斯兰教义规定,允许和鼓励一夫多妻子,对于能公平对待众多妻子的男子。 允许娶四个妻子,现实生活中,既有达官显贵四妻和睦相处,甚至第四任妻子常患常心,也有一夫一妻相敬如兵,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工资按月上缴的情况。 但由于两性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些家庭中女性地位十分低下,更有部分人仍然认同,如果一个男人对妻子连说三遍她的离婚,这段婚姻就立刻结束了。 一旦有离婚的情况出现,女性也往往处于弱势,特别是在财产和子女抚养方面承受不小的损失,甚至出现男人独自到法院申请离婚,而女性根本无从所知的情况出现。 在跨国婚姻方面,沙特法律允许沙特男人的外籍妻子入籍,但沙特女子的外籍丈夫则不可而及她,你的女儿也需要与沙特男人结婚,采访可被承认是沙特国籍。 有沙特专栏作家就曾在报刊上质问颁布这一规定的宗教长老们,为何同为沙特国民?男女待遇差别如此之大,待遇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 尽管2015年萨勒曼继任沙特国王,特别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任王储以来,沙特出台多项政策,给予女性一些基本权利。 2018年1月,沙特女性观众首次走进位于吉达的体育场,现场观看球赛。 这也是沙特体育场历史上首次对女性开放。 2018年4月10日,阿拉伯时装周活动在利亚德举行,大量原本穿着黑色长袍的沙特女性参与其中。 6月24日,沙特正式开放女性驾车,标志驻全球唯一女性驾车禁令成为历史。 在生活中沙特女性仍受到相当限制,以监护人制度为核心。 沙特女性在工作,开设银行账户,办理护照和出境等方面,仍许取得家中直系男性亲属同意。 甚至出现了一位大学女性教授,为出国游学向未成年儿子支付金钱的情况。 女性平权之路在沙特依然显得十分漫长。